我們也希望面對台灣的大陸的東部戰區 允許台灣派軍事觀察員住在那邊 那如果他們想要派軍事觀察員來台灣的話 不行 我們沒有要打他 這不是互派 這只能允許我們派去 昨天在座談的時候是不是很強調說 接下來希望可以跟對岸對話 然後可以的話希望可以派軍事觀察員 到對岸的沿岸去看一下設施 然後互相的官媒 我覺得說大陸最在乎的就是台灣會不會台獨 那我覺得要告訴大陸我們不會台獨 台獨不是說北京 美國也不支持啊 拜登也不支持啊 所以台獨現在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全世界幾乎沒有支持的 請民進黨舉出一兩個國家是支持民進黨台獨的 告訴我們 好 我們這個反對台獨 但是我們要跟大陸講 那你也要表示你的戰意啊 你們最擔心什麼 我們最擔心就是戰爭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軍機不要越中線 你的這個戰機不要繞著台灣 搞得台灣大家很緊張嘛 同時我們也希望面對台灣的 大陸的東這個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 他的飛彈啊他的兵員都能夠減少 然後呢也允許台灣派軍事觀察員 住在那邊經常的觀察 然後確保台灣的安全 確保大陸軍事不會對台灣構成威脅 那我覺得我們會要求 他同不同意我們不知道 但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希望他也能夠表達戰意 那如果他們想要派軍事觀察員 來台灣的話 這是誰的主意 不行 我們沒有要打他 他派什麼軍事觀察員 是他可能會打我們啊 所以我們才要派軍事觀察員 這不是互派 這只能依據我們派軍 在那裡 如果我們要派軍事觀察員 他就不想要派軍事觀察員 這就是什麼 他也不想要派軍事觀察員 也可以派軍事觀察員 感谢观看